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除过这三个点以外 别的整数点上 凤母都去向零 而凤子去向非零常数 它就去向无穷了 所以经过我们刚才这个分析的话 它的可去间断点最多就是三个 哪三个呢 最多就是使得凤子等于零的那三个点 因为这是x乘以1-x平方 那就是x等于负1 x等于零和谁啊 x等于正一 还是哪几个是可去间断点呢 一个一个看 因为可去间断点是要求这点极限存在 所以我们来看x去向-1fx这个极限 那么x去向-1的时候 上面去向0 下面去向0 0比0 在这呢 我们用一下诺贝塔法则 因为它比较方便 因为x去向于负1的时候 诺贝塔法则一用 下面呢 就应该是π乘上cos的π的x 上面呢 就是1减去3倍的x的平方 那么x去向于负1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凤子极限 x去向负1 那就是1减3 上面就是负2 那么x去向负1的时候 cos的负π 实际上也等于cosπ 而cosπ呢 它应该是等于负1 所以底下是个负π 所以你看 这样一个函数 它在负1界的极限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x等于负1 它应该是一个可去间断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的x等于0 那么x等于0呢 我们来看一下0点的极限 那就是x去向0的时候 这个fx的极限 好 那么对于这个极限呢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一下 诺贝塔法则 它也是个0比0 x去向0 诺贝塔法则一用 那上面就是1-3x平方 下面呢 就是π乘cos的πx 那么x去向0的时候 这个时候分母呢 就是π 上面是1 所以这个0也是可去间断点 那么现在呢 还剩下一个正1 还剩下一个正1 那正1是不是也应该再去看它的这个极限呢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 正1你不用看了 我们说正1 我马上可以知道 它也是一个可去间断点 那你怎么知道正1就是可去间断点呢 注意 所以我们在前面特别强调就是数学的对称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x-x立方 这个凤子显然是个G函数 sin-πx它也是一个G函数 然后G函数一除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f是一个谁啊 fx是一个O函数 那这个-1和正1是个对称的点 偶函数两边不是图形是对称的吗 所以正1和-1那个间断点的类型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对-1做出讨论以后 正1就不用再讨论 就知道是可去 所以最后这个题的答案就是 它的可去间断点的个数就几个 就应该是有三个 这问题就解决了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3.8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2010年数学2的一道考题 它说函数f等于它的无穷间断点的个数为 那么所谓无穷间断点 那就是x去向那个点的时候 f要去向谁啊 无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是个分式 所以值得怀疑的点 那是不是应该是首先是考虑到凤母为0的点 这个凤母等于0 那么这儿呢 有x等于谁啊 这个x等于正负1 使得这个等于 那么这儿还有个凤母 还有个x等于0 那你注意 那你注意这个上面呢 因为它是一个x平方-x x去向任何值 这都是一个有限值 所以要出现这个无穷间断点的话 那只有凤母去向0的时候 但是这个凤母等于0的这些点才可能 但是凤母等于0的点是有三个正负1 但是这三个是不是都是无穷间断点 那还要做具体的分析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1 那就是在正1这一点 x趋向于1 这个时候fx这个极限 那么这个fx呢 大家注意 上面呢 实际上提一个x出来 那边就是x减1 那么下面呢 是x加1乘上谁啊 x减1 所以你看这个x减1 这个因子就消掉了 那么消掉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x去向于正1的时候 我们来看 一消掉以后下面就剩下一个x加1 上面就是个x 后面就是个根号的1加x方分之1 那么此时呢 x去向1的时候 前面是2分之1 后面呢 也是存在的 这等于2分之1 那么后面这个呢 等于根号的2 所以人家在1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那刚才1不是使得凤母等于0吗 但是上面呢 在x去向1也去向0 它两个0因子x减1就消掉了 最后它不去向无穷 所以这个x等于1呢 显然不是无穷阶段点 那它这一点没有定义意义 极限的存在 它应该是可去阶段点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1 x如果去向于-1 那么这个fx呢 跟刚才一样 把那个x减1消掉 它就变成这个x去向于-1的时候 然后x除以x加1 然后根号的1加x平方分之1 这个时候想看前面 它的分子去向-1 下面0 这个是无穷 但是后面这个地方呢 是个根号2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应该是无穷 就是根号2乘上无穷 当然是无穷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1应该是无穷阶段点 还剩下一个谁 0 那么0点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看 这一代的极限 x去向0的时候 fx求极限 那实际上就变成这个式的极限 x去向于0 上面x 底下是x加1 这是一个根号的1加x方分之1 注意 这个时候x去向0的话 前面这个1加x分之x 它是去向0的 但是这个后面呢 有个x方分之1 它是去向无穷的 实际上是个0乘无穷大 那么这个0乘无穷大呢 怎么处理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根号里边 这个地方的x方给它提出来 那么这个呢 往前面一提以后呢 它就写成谁 它就写成 x去向于0的时候 那么后面就剩下一个谁 根号的x平方加1 x去向0 它是去向1的 那么前面呢 这个地方 凤母是x加1 那么前面呢 这个x平方开方出来 这是x的绝对值 上面呢 是x 好了 这个时候注意 由于下面有一个绝对值 按理说 这个地方要分左右极限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主要是关心 它到底去向不去向无穷 你x去向0呢 后面始终是1 那么前面呢 这个呢 也是个1 x比上x的绝对值 0正 它就是正1 0负 它就是负1 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就可以看出 f在0点的右极限 它应该等于正1 左极限应该等于负1 不其较无穷 所以0也不是无穷间断点 那么这样一来 三个可能的无穷 可能的无穷间断点 就有可能是无穷间断点 这三个点 最后断定下来以后 只有负1是无穷 其他两个都不是无穷 那所以这个无穷间断点的个数 应该是几个 应该是一个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的选项 应该选这个地方的b选项 好 这是3.9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2008年数学2的考题 你还关于这个间断点类型 这个考题出的非常之频繁 他说 假设函数f等于 上面是longx绝对值 下面呢 是x-1的绝对值 乘上3x 他说 则f有一个可去间断点 一个条例间断点 一个可去一个无穷 两个跳跃 两个无穷 那这个问题我们想 我们拿到以后 那当然是 如果我们把间断点都找到了 然后对类型做一个判定 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 所以第一找 第二判别类型 如何找间断点呢 那就首先是找没有定义的点 而没有定义的点 首先看出了这个form等于0 那就是x等于1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long long里面要大于0 那这个绝对值值 大于等于0 所以在0点没有定义 那你看这个函数 除了0点和1 这两点没有定义 别的点上都是有定义的 所以01既然这两点没有定义 这两点肯定是间断点 所以它一定是两个间断点 但是这两个间断点是什么类型呢 要做进一步的判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个一个做判定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它这个0点 就是x等于0 到底是它的什么间断点 那么说这个时候呢 往往就是一般 就是考察这一点的极限 那么要不要分左右极限 那主要是看它左右极限也没区别 那么先看极限 然后看这个左右极限也没有区别 没区别就直接算极限 大家注意fx的极限在0点的极限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注意 看1x-1绝对值分之一 它是整个式的一个因子 但是这个因子极限等于谁啊 1这个可以先算出来 所以它在0点的极限就剩下谁 就剩下这个式的极限 所以x的极限是0 然后这是long的x的绝对值 乘上一个谁啊 sin in x 但是这个sin in x呢 在x的极限是0 它又等价于谁啊 x 它是乘的关系 我们它用x换掉 那么此时大家注意 这实际上前面这个是取消于无穷 后面这个取消0 0乘无穷大 怎么处理呢 我们是不是一般应该把它掰下来 一个化成0比0或者无穷比无穷 我们这个地方掰谁下来呢 那显然应该掰谁啊 掰x不应该掰long 而这个掰下来以后 我们就上面剩下一个longx的绝对值 底下就是x分之一 这就变成一个无穷比无穷 为什么要掰下呢 我们把它化成无穷比无穷 我们想用谁啊 弱比他法则 实际上大家看 弱比他法则用一次 问题就解决了 x取消0 弱比他法则用 下面x分之一求倒数 负x方分之一 而上面这个longx绝对值求倒数 注意 我们大家都知道longx倒数是x分之一 所以我们后面呢 马上可以证明 就是longx绝对值倒数也是x分之一 这在很多书上都有这个阶段 所以你这个分子求倒数是x分之一 这个平方翻上去 我马上可以得到这个极限等于谁啊 0 所以你看原来这个函数在0点是没有定义 但是0点的极限存在 所以这个0点就应该是一个谁啊 可去间断点 那还剩下一个谁呢 还剩下就是1这个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x等于1这个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考察 x趋向1的时候 这个fx的极限 那你注意 这个fx呢 在x趋向1的时候 我们可注意 你看 你看 此时后面这个sinx 它的极限等于sin1 它是整个是一个因子 极限 sin1是非0常数 这个可以先做出来 但这个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long的x绝对值 这个是趋向于0的 所以这个不能做 那么这个下面也是趋向于0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就把这个sin极限先做出来 这就是sin1 最后就剩下谁啊 x趋向于1的时候 那么下面呢 是x-1的绝对值 上面是longx的绝对值 但是大家注意 我现在讨论的是1z的极限 在这个1z的零近 x是正的呀 所以在讨论1z的极限的时候 long里边这个绝对值啊 就可以拿掉 就可以写成long的x 但是你注意 刚才讨论0点极限 long里边这个绝对值不能拿掉 因为在0点的零近 它这个绝对值 里边这个x是有正有负的 但是1这一点的话 这个绝对值可以拿掉 这仍然是一个0比0 但是这个0比0也不好用 诺比他法则 因为下面带绝对值 这个倒数不好求啊 但是这个怎么处理呢 好你注意 我们上面这个longx 趋向0 是因为里边x趋向1啊 long里边趋向1 它是个无穷小 是不是应该有个相应的等价带换 我们知道x趋向0的时候 long的1加x 它应该等价于x 所以我们把上面这个东西来 改写一下 就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等于谁 long的1加上谁啊 x减1 那这个时候可注意 x趋向1的时候 这个x减1是趋向0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等价带换 这个赛影1不动 然后x趋向于1的时候 那么上面呢 就等价于x减1 等于下就是x减1的绝对值 就到这儿 那么后面这个呢 x减1比上x减1的绝对值 在x去向1 我想大家知道 如果是从大于1的一边去向1 这个极限就是正1 小于1的一边去向1 那后面这个极限就是负1 然后在乘上前面这个 实际上我们就得到 在它在这个1这一点的右极限 就应该等于赛影的1 而1这一点的左极限 就等于赛影1加负2 所以它在1这一点是 左右极限存在 但是不相等 这应该是什么阶段点呢 所以这个x等于1呢 它就应该是谁 就应该是跳跃间断点 好了 问题就清楚了 x等于0可去间断点 x等于1跳跃间断点 所以是一个可去一个跳跃 你看人家a选项 就是一个可去一个跳跃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的选项 就是a选项 像这个题呢 它是给了函数问这个间断点 到底有几个 并且是什么类型 那就第一先找间断点 第二等类型做进一步的判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更近的考题 2013年 数学3的一道考题 它说f等于它 这个函数就更复杂一点 你看是x的绝对值的x4-1 就出现了密质函数 分母是xx加1 longx绝对值的可去间断点的个数 到底是几 就是它到底有几个可去间断点 那么像这种直接问可去间断点 那你得先得找间断点 然后在间断点里面再判断 到底有几个可去 所以先得找间断点 那么找间断点 像这种分式 那首先就是考虑 分母等于 就是没有定义的点 没有定义的点 肯定是间断点 那分母等于0肯定没有定义 所以一个就是0 一个就是-1 然后注意这个long这个地方 x如果等于这个正1 如果x等于1的话 这个long1也就等于0了 所以使得这个分母等于0的话 它有三个点 一个是0 一个是-1 一个是正1 这三个点上没有定义 其他点上都有定义 那所以这三个点都是间断点 但是三个间断点是不是可去间断点呢 那要看这个要用定义 就看它内点的极限是否存在 这点确实在三个点都没有定义 如果在内点上它极限存在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可去 否则就不是可去 所以在这个-1 01 这三个点上没定义 是间断点 最多就是三个间断点 但是它是不是可去呢 就需要一个一个做判定 那我们先来看-1这一点 就是x去向-1 这个极限如果存在就可去 否则就不是可去 那么x去向-1这个极限呢 怎么求呢 注意x去向-1的时候 这个去向0 这个也去向0 所以分母去向0 但是分子呢 因为x的绝对值是1 -1次法还是1 分子也是0 这是个0比0 怎么来求呢 你看这个地方呢 主要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前面这儿有一个谁啊 x绝对值得x的方 这是个密质函数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出现密质函数 就算能用诺贝塔法则 往往都首选不是诺贝塔法则 因为太麻烦了 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谁啊 就是把这个密质函数 改写成谁啊 指数用等价带换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步 就是把原来f里面这个密质函数 写成1的x long x绝对值 就是密质函数写指数 想用等价带换 但这个时候注意x去向-1的时候 你要用等价带换 你得说明这个去向0啊 那么我们知道 你这个x乘long x绝对值 x去向-1 这个确实去向0 你才能用等价带换 好 那这个分子就在 x去向-1的时候就等价于谁 就等价于1上面这个指数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 分子上的x乘long x绝对值 是不是跟下面的x乘long x绝对值 就消掉了 只剩下一个x加1分之1 但是这个x加1分之1 所以在x去向-1的时候 分不去向0 上面1 那当然是等于无穷 那所以呢 这个-1 显然就不是可去艰难点 因为-1这点极限是无穷 它应该是无穷艰难点 好 再来看0 注意0点处理的时候 实际上跟刚才是一样的思想 仍然要把这个密质函数 该写成谁啊 指数函数 所以我们在处理0点的时候 你看fx在0点的极限 也就是它在0点极限 仍然先把这个密质函数 改写成谁啊 指数 但是现在是x去向谁 0 那上面是x乘long x绝对值 这个前面是去向0 后面是去向无穷的 但是注意在刚才前面一个题目里面 我们已经用诺贝塔法则证明过 那证明过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我们已经证明过 x乘long x的绝对值 这个东西呢 它是去向于0的 你把它写成long x绝对值 除以谁啊 x分之1 诺贝塔法则用 就知道它去向0 正因为它去向0 才能用等价代化 那这个e的这么多次方解1 就等价于上面的x Long x绝对值 到这来以后呢 同样的道理 xLong绝对值跟下面这个一消 就剩下x加1分之1 再注意现在x去向0 那这个极限等于1 再注意0点没定义 但是0点极限存在 那0点显然就是谁啊 可去间断点 还剩下一个谁呢 还剩下一个正1 x去向1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要求极限 跟刚才一样 仍然是要把这个密质函数 给写成指数 注意你要用等价代化 首先的页名e上面 这个要去向于0 但是e上面是x乘Long x绝对值 x去向1 上面这个确实是去向0的 所以才可以用等价代化 那么这个时候 e的那么多次方 就等价于e上面这个指数 而这个指数呢 x乘上Long绝对值 跟下面这个1消 现在是x加1分之1 但是x是去向1的 这个极限一看就写 1分之1 所以你看 在1这一点极限存在 在0这一点极限存在 变成这两点都没有定义 所以这两个都是可去间断点 那么所以 这个题目最后的答案 就是两个可去间断点 所以刚才这些题目 都是近线年代的考题 它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间断点 及其间断点的类型 从这可以看出 这种题考的非常之频繁